嗨,大家好,今天想教大家做巨好吃的枣糕 这期呢也是超像系版本的 我会把注意事项都给大家讲到 这个枣糕覆盖面特别广 老人也能咬动,孩子也爱吃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春节的假期 做给家人当餐后的小食 或者直接当早餐 走亲戚的话用油纸包起来 放到红色的礼盒里面送人也超有心意的 红枣红红火火的寓意也很好 我先把方子贴上,方便大家截图 接下来是准备这些材料 其中的大枣需要提前切成这种小碎丁 然后把大枣丁,红糖,牛奶全部加入锅中 这一步是为了把枣丁软化,启发香味 在后续的操作中可以更好地融合 中火加热,要一直搅拌,防止红糖变糊 加热搅拌到视频中大部分的液体 都被枣丁吸收的状态就好了 放到一边晾制手温 也就是30多度的状态 到了手温的状态 就可以转移到盆子里打发了 加入6颗鸡蛋 常温和冷藏的都可以 重点来了,就是要隔60度的热水打发 原因是因为全蛋的打发 要比蛋清打发更困难 蛋清呢是更适合做冰水 或者是冻成冰茬来打 而枣糕这种全蛋 则是更适合温水来打 枣泥亮到手温来打发 也是为了提高一些温度 即使是做温水,全蛋的打发也会更慢一些 大约要10分钟的样子 所以做枣糕的时候一定不要心急 如果打发不到位 就会造成后期的大量消泡 全程要用5-7档来打发 第一个阶段大概就是视频中稍微蓬发 开始有粗泡的状态 第二个阶段呢它会越来越发 体积也会变大 颜色会叫第一段的更浅一些 第三个阶段会发现它这个时候变得细腻 好像是已经成功发起来的样子 这时候可以开始测试是否达到要求 如果是这种蛋头上的蛋糊掉下去 马上消失 那就是还没有打发到位 这个阶段去拌干粉就非常容易消泡 所以就要继续打发 这个时候我的打蛋器已经开始发烫 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功率大的打蛋器来制作 第四个阶段 把打蛋头上面的蛋糊滴落下去 画八字 十秒钟那个纹路都不会消失 这样就说明打发合格了 所以做全蛋打发一定不要着急 只要你的蛋液一直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发生变化 就说明没问题 耐心等待第四个阶段的到来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从温水中取出来 这时候暂停一下 插个空要把烤箱预热150度 再回来低筋粉和泡打粉放一起 先过筛一半的量 用抄底翻拌的手法 千万不要疯狂画圈的那样搅拌 会消泡 抄底往上翻或者像切菜一样切拌都可以 拌到没有干粉 再过筛另一半的泡打粉和低筋粉 搅匀就可以了 过筛呢也是可以减少消泡的 泡打粉其实用不用都可以 用了会发的更好一点 最后加入玉米油 还是抄底翻拌 打发到位的蛋糊 即使后面多次加料搅拌 依然可以很蓬松不消泡 然后取出8寸的方形模具 垫上油纸 把面糊倒进去 轻震一下震掉大气泡 再晃一晃会更平整 这是我烤箱刚刚好预热完成 放到中下层150度50分钟 它会长高一些 但又不会长得像戚风那样高 出炉后可以直接转出来 放凉之后切的话会更平整 要选择锋利一点的锯齿刀 才能切出齐齐的侧面 提前分好刻度不要切歪 如果是送人可以切掉四个边边 然后再来分块 这样就做好了 这个枣糕烤出来很松软 密封回忧一夜会更油润更好吃 它的这个表皮烤完是稍微有点硬的 回忧之后它就会变得湿软 好啦这期就到这儿了 快来学一学交作业吧